这两天有个热点话题 华为和小鹏关于AEB的一个户怼 很多朋友就不理解 华为它又不造车 跟小鹏有什么好怼的呢 很多人又把赛利斯当成是华为汽车 是不是赛利斯就等于华为汽车呢 大家好 我是燕娟老刘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华为和赛利斯的一个关系图谱 讲一讲他们是什么关系 对股市而言 我想给大家说 不要强行加息 喜欢的朋友 不要忘了关注 老朋友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开门见三 先给大家把观点说清楚 问界呢 它是华为汽车的一部分 但不是唯一 更不等于华为汽车 问界这个品牌相当于是华为和赛利斯 这两者合作 一个提供自驾方案 一个做车身设计制造 包括华为还给它提供三电系统 也就是说问界这个车是赛利斯生产的 但是设计 包括一些用料 一些关键的核心零部件 那么是华为来提供的 但如果你把华为和赛利斯理解为夫妻关系 就不对了 因为他们俩更像是兄弟关系 为什么这么讲呢 问界品牌 是华为和赛利斯共同打造的 是华为深度参与的一个汽车品牌 但是它是不做汽车的 华为很早之前任老爷子就说了 华为是不会独立出来自己做一个品牌出来 它是和汽车厂商传统的汽车厂商进行合作 给他们进行赋能 那么华为有三种合作造车的模式 问界属于自选的这个模式 这个自选模式 还会进入华为的一个门店进行销售 除了我们熟知的问界之外 其实这两天刚刚发布的 这个智界是华为和奇瑞合作的 而阿维塔是长安华为还有宁德 他们三个人合伙搞的一个品牌 也就是说问界只是华为汽车赋能的一个子品牌 不等于华为汽车 华为汽车它不是一个品牌 它指的是智能出行 也就是说包括智能座舱系统 核心零部件三电系统等等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新能源汽车里面的博士 就是给用车企做供应商 提供核心的零部件 提供智慧驾驶的方案 而我们很多朋友就把问界直接理解成为华为汽车 就类似于MAT60那个手机一样 不是MAT60是华为自己的产品 而问界的话是使用了华为的技术 但是不完全是它独立拥有的一个品牌 这是本质上的区别 那问界汽车的大火大卖 把股市里面的赛利斯也给带了起来 那赛利斯前面我们就出过一期视频 我的观点是很明确的 我是在10月19号出过一期视频 我说这个赛利斯能不能靠着这个问界悬疑翻身 我当时的观点就是赛利斯1000亿的盘子 加上基本面上一些不利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 注定了它不可能跑得很高 那当时呢我就说 90对它来说就是一个坎 机构或者说在里面的资金 手上握着一倍的利润 我觉得这个高度就差不多了 情绪退潮的时候 那么很可能扔下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磨盘 揭不住的啊 那大家现在去看一下开赛路的这个走势 和我这个预期是不是没有太大的出入呢 就包括今天盘中打穿了20均线 中期趋势都走坏了 那为什么很多股民对这个赛利斯情有独钟呢 那是因为他看到自媒体上问借这个车啊 好像特别的火 又加上这两天啊 问借和这个小鹏的车啊 正面硬钢AEB系统 给大家有个感觉 好像赛利斯这个车问借啊 特别特别的牛啊 一定会卖爆了成为爆款 事实上我想给大家讲哈替代方案是很多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问借这种模式啊 华为一共做了4个 和赛利斯合作的叫问借 和奇瑞合作的叫智借 之前和北契合作的这个吉胡 也就是说啊 问借你可以理解为亲儿子 华为参与度比较高 因为赛利斯本身啊 他就处在一个相对弱势的背景下面 华为呢 在里面会有更高的话语权 就类似于对阿德而言 诸葛亮的话语权 他是很强的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太子 但是这个儿子不是唯一的 除了问借 还有智借 甚至吉胡 包括和江淮的 怀着的还没有生的 前面我们就说了 华为是通过零部件供应模式 解决方案模式 自选模式 这三种方式进行合作 给传统车企进行赋能 也就是说赛利斯 不是华为汽车的唯一选择 它只是一个标杆 随着市场的一个发展 知名度打出来之后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车企选择华为 那那个时候问借有稀缺性吗 我并不这样子认为 我个人对于问借的卖点理解 它就是在华为赋能的支架方案上 其他方向我并没有看到特别出彩的地方 就说回赛利斯本身 上一期视频里面我们就讲 赛利斯的产能销量 并没有跟它的订单匹配起来 我们当时就说了 从7月份到8月份以来 它的产量还在5000辆以下 国庆前后问借大卖 拿到了五六万的订单 但是你们看一下这个销量 那么当时在9月份的时候 只有7000多辆 那在这里呢 只有一个1.45万辆 也就是说市场上吹得很虎 舆论造势造的很猛 但落到赛利斯本身来讲 它的产能没有跟上销量 也就那个样子 而股价是扎扎实实的 从底部起来直接涨了有4倍多 接近5倍的样子 那什么样的预期 能够顶住5倍的涨幅呢 这里呢就有很多朋友说 当时比亚迪起来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好的业绩 惨难销量也就一般 那我觉得这个话说的就不负责任 比亚迪核心零部券 全部是自言自惨 和赛利斯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和维度上 这里呢做一下总结 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赛利斯从底部起来 这个涨幅有什么样的预期 它都反映出来了 你不要说问借车 现在卖了5万台 我就说这个数字再乘以2 它这个股价都已经把这个预期给打出来了 事实上大家要注意到 经济需求这款其实是相对疲弱的 汽车做一个大件的耐用品订单消费品 那么它的更新频率 其实比手机是要低很多的 你们还记不记得去年前年 传统的燃油车降价大卖 那说到这里 你们去看一下赛利斯的这个毛利润和净利润 是非常非常低的 或者说跟同行来比都要差一个层次 赛利斯的股价向上走了四五倍出来 那么这个时间点你还在指望着它向上跑 那肯定要有干货 就像比亚迪当时 一开始也是炒预期 但股价起来了的时候 它是要兑现一下的 怎么兑现 拿出实在在的业绩和报表销量来 没有股价就会跌回去 超预期了 它就会还会再涨一波 但是你们要注意 比亚迪走第二波起来的时候 甚至第三波的时候 都是有坚挺的销售数据 或者基本面扎实的数据 来支撑它的股价向上走 而目前从赛利斯的一个数据来看 我并没有看到超预期的东西 很多人只看到自媒体上 现在问界特别火 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 订单要落到报表上 需要多长的周期 同样这个题材 在股市里面它能火多久 这里面有没有时间差 如果这个时间差是半年 可以预见的 在明年发布的年报里面 赛利斯阿盖利斯会亏损的 既然从前三季度的报表 可以推出年报的一个状态来 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了 它的竞争对手很多 而且它不是唯一 也没有稀缺性 而股价向上跑了4倍到5倍出来了 那你告诉我这是风险呢 还是机会呢 这里我要强调一点 我不是说不看好这个企业 而是说现在的股价和它的基本面 已经严重的脱钩 事实上赛利斯这个企业 是我们重庆的本土企业 如果说赛利斯走出来 那重庆在汽车这个方向 是会有更好的话语权 其实我本人更希望这些企业 走得更好 更强 甚至做得更大 但实质上 我们做股票的时候 要实事求是 这些企业成长性是很好的 但是预期已经打出来了 股价已经跑上去了 就像当年的茅台一样 2900的时候 很多人在唱茅台要到3600 不是说茅台不能到3600 而是几年后的事情了 那在当下那个时间点 预期打得很满 但如果说业绩又没有跟上 或者说没有很好的成长性出来 那这个时候 你觉得对股票来讲 是风险还是机会呢 一家之言 抛砖语语 供大家参考 视频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老刘的视频 不要忘了关注 也希望大家在股市里面 少走弯路 少踩坑